PMP它在架構上面跟NPN是完全對調的 本來這邊是N、P、N 你可以看到現在只是說 就所有N的部分都變成P了 所有P的部分都變成N 而整個對調 那同時在PMP裡面它的主要傳導的那個載子式電動 你可以想在這邊它順便嘛 順便它變成說這邊是高灘砸 它是有很多很多電動它往右邊 那這邊是低灘砸的 所以說它就少少的自由電子過來 但電子過來它是跟電動發生複合 那同樣呢 這自由電動它在經過Face的時候 它會有一部分跟Face的自由電子發生複合 然後絕大多數都會通過Face到達這個Collector 在這邊其實你大概只要把握住 就是它的兩個PMP介面的順便利便就好了 我們對於GoActive順向導通 就是說在Emeter跟Face這一段它是屬於順便 這邊是屬於逆偏 那你就看出它什麼時候會順便 這個東西要順偏是代表說 這個部分的電位要高 P的部分電位要高 這邊的部分電位要低 所以說它是高電位 中電位 這邊呢要逆偏 逆偏的話代表說這邊要處在低電位 所以就高、中、低 Connect在最低 Emeter在最高 所以說你可以用這個方式來看 這個其實是代表PMP它的一個電路符號 NPN它的箭頭是在下面流出來 那PMP呢是流入 這只是取符號上面它用一個箭頭的方向 來讓你比較容易區別 這個箭頭也可以從下面往上 只是說這流進來這個部分是Emeter段 NPN的話就是它箭頭是往外的 然後往外的那一段是移 這邊再回到我們剛剛講的就是說 左邊這邊它要順偏 右邊逆偏 所以說這邊順偏的話 高電位、中電位 這邊逆偏的話 中電位、低電位 所以說在這邊 Emeter段是高電位 Face段是中電位 Clear段是低電位 所以你會看到這邊它是接高電位 比如說2.5V 這邊比如說它要有一個固定的VV的壓差 大概0.85V左右 2.5V減掉0.85V 中電位 1.7V 這邊是低電位 那它要處於一個逆偏的話 這邊要低於1.7V 這邊才可以保持逆偏 好 破壞就停了 右邊這邊就是另外的狀況 就是Saturation 就是PMT的Saturation 這邊的圖一樣跟前面的MPH 是N跟PF號對調 然後變成電動是大量 電體是少量 它在中間三個區塊都會發生複合 基本上連電路圖都 小訊號模型跟大訊號模型幾乎都是一樣 等下我們下一頁就知道了 它在Saturation的時候是兩個都順偏 所以它要兩邊都順偏 代表說這邊它的電位要最低 這邊兩個相對電位都是高的 因為順偏嘛 P的要走高電位 N的走低電位 兩個都順偏 就是兩邊都是高電位中間的低電位 在音樂端是最高電位 高、中、有點高 所以說這邊的高電位就是2.5V 中電位還是1.8V 那這邊有點高電位就是它比較大於BASE端 相對於這邊它比較大於它 它就算出它是Saturation 當然一開始假設說這邊它的一個順偏 還沒有超過比如說0.4V的時候 也就是我們一般都把它0.8V當時 它是完全倒中 所以它就直接抓到中間 中間值抓0.4V 它就是你小魚 還小魚0.4的時候 你就是軟軟的Saturation 假設這邊順偏超過0.4V 它就開始說 就是我不能忽略的 這比較強的Saturation Deep Saturation或叫Saturation 你會看到這兩個程度 那這邊是講到BMP的一個大信號 透過這邊順偏的電壓 Emitter、FACE之間的順偏的電壓 Emitter、FACE之間的順偏的電壓 在這邊產生一個順偏的電動源 一個大電動源 所以說它在寫式子的時候 基本上它還是遵照我們之前的 I-Saturation V跨壓屬於VT 注意到這邊 所以這個跨壓 在NPM的時候它是VPE 但是在這邊這邊是VED 原因是因為說 它在FACE到Emitter端 因為是高、中、低 所以說FACE是比Emitter還要來的 電位來的低 所以你在看VPE的時候 它是一個負值 你把負值帶進來的話 這個值就變成 以Ponential負值 所以它這邊是根據它實際上 這個電流跟跨壓的行為 它把這個符號對調 因為你從Emitter是比較高的 FACE相對來說是比較低 所以Emitter到FACE它才有一個正的值 它才能帶到這個公式裡面 這邊你透過VED的跨壓變化 產生的Collector電流 它一樣它就是乘上 它除一個Beta之後它就會換到ID 這跟NPM是一樣的 然後這邊的總電流 一樣是這兩個路徑相加 注意到它這個方向 它方向是流出BASE 流出Collector 因為我們在NPM的時候 它實際上是這張圖 它是直接垂直方向 垂直方向翻180度 所以那時候電流是從Collector 往Emitter流 在NPM裡面 是從Collector 往Emitter流 但是這邊變成BMP的時候 它變成從Emitter往Collector 它就是方向相反 這個部分你必須要兩個一起對照 因為式子都一樣 所以說照也簡單 那這邊考慮Early Factor的時候 它在考慮化壓的時候 它就是從高電位往低電位去算 所以說你在NPM的時候 這是VCE 在NPM的時候是VCE 但是在PMP的時候它變VEC 就符號對調了 為了是取得一個正的電壓值 正的電壓值 這邊是對到它大信號的模型 就是你用VEB的跨壓 去控制Collector端的一個電流大小 那這張圖是還沒有考慮Early Factor的時候 所以說這邊Collector 並沒有一個等效電圖值 它往回看的時候 它就看到一個壓控源 壓控電流源 所以等效圖是無限大 那下面是課本的一個例子 基本上就是根據上面這些式子 它是給你椅子 讓你帶椅子 它給你這邊是VCE是兩幅 然後這邊FACE是1.2幅 所以你知道跨壓是0.8幅 給你IS是2x10的-16之方 β是50倍 然後這個不考慮Early Factor 所以VA等於限大 這邊它給你IS 給你這個VEB的跨壓 EB的跨壓是0.8 所以等於800mV 乘出來這邊 Collector的電流是4.61 4.61在除以β值 除上50倍 就換成這邊FACE端流出去的電流 92.2幅 然後這個點的電位 你就是把它導通的電流 4.61 再乘以0.2K 因為這個點的電位 就是0電位再加上這邊的跨壓 所以0可以忽略掉 直接算這邊的跨壓 4.61乘上0.2K等於0.922 所以說這個點是0.925 但你可以回頭檢視一下 這邊是順點 這邊是P N P P P是高電位 N是中電位 那這邊的P呢 低電位 因為它是0.922 所以這邊的P 它又處於比較低電位 它就是一個逆點 所以它沒錯 它在多位一體 然後我們上面這些事情 都沒有問題 這邊是我們一開始的大線號模型 就是這邊用VEB 來去控制collect端的電流 這個式子呢 假如說我把這個符號 這個VEB的符號 我把它對調 我們對於一個跨壓 我們事實上是可以去把它的正部級對調 只是說這時候 我們在算電流的時候 那個公式要加一個符號 就是說你可以正義的指定說 上面是正級 還是下面是正級 但是比如說 把這邊正符號對調的時候 你這邊 可能你這邊要加符號 這邊是屬於這個大線號的模型 它這個是非線性的電流 跟輸電藥一樣是非線性的 你可以把這個東西 把這電流對VEB做微分 你一樣會得出一個所謂的IC除以VT 把這個式子 這個式子是IC 把它對這個藍色的輸入做微分 你會得到那個斜率 它是等於IC 就是這整個東西再除以VT 那個跟前面算轉到那個部分 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說這邊只是從大信號 先轉成小信號 這邊一樣是正負 然後電流向下 這邊變成GM 你注意到這邊是RS 可能一球但是這邊變GM 然後輸入信號變成變化量 電流也變成變化量 GM整個讓輸入信號變化 變成電流變化 比較重要是在這一步 就是說它在這邊 它把這邊的變成正在下面 附在上面 它把這個電壓表示的方式 修改即興對調 同時呢它為了去呼應 會讓這個式子不修改 它把這邊的電流方向也改掉 假設說這個電流方向 還是要向下的話 那你必須這邊就要去補一個 VS負號的動作 因為你把輸入的部分 這邊VEB 它叫做 它這邊用一個Vπ 但是Vπ它的極限在下面 正極在下面 這邊的VEB正極在上面 它把這邊的正符號的位置修改 它同時它也把這個電流的方向做一個修改 如此呢你才能夠用 把這邊這個式子沿用 GMVED 然後GMVπ 才能沿用這個式子 那這個式子沿 這樣子的圖形沿用之後呢 你就發現說 它這個圖跟我們之前的 NPM的小信號電路組長得一模一樣 它這樣的修改是為了說 它要讓它這個小信號電路組跟之前一模一樣 它要讓你只記得一組小信號電路組 你不需要因為NPM還是VMP的關係 你要記兩組小信號電路組 尤其那個電流方向是最容易讓大家混淆的 經過它這樣子的變換之後 兩個 不然是NPM 它們都可以對應到像這樣子的一個小信號電路組 你回到這邊 這邊電流是向上 流到這個是多少 Emitter 這邊是Base 這邊是Collector 它是往Emitter的方向流 這邊這張圖 相對於下面這個第一張圖 它其實只是畫一個電阻在這邊 輸出電阻 就是它考慮Early Factor之後 輸出的電壓值 或是VEC的跨壓 事實上會影響這個IC的電流 所以它在這邊加一個RO 這個RO的表示是跟我們之前一樣 是VA屬於IC 這邊這個RO 它你必須要知道Early Mortgage 知道它當下RO的導放電流大小 就可以得到這個RO的電阻值 它在輸入端往回看 從Clear端往回看 等效的輸入組織是多大 那右邊這邊是Example 4.19 它把這個不管是NPN 還是PNP 它把Base跟Collector 接在一起 接在一起之後 它就變成從三端元件 變成兩端元件 它去前裡算說 這個兩端元件它的一個 等效的小竅片組織是多少 原來講就是它把這個東西 當你電阻來用 因為Base本來是一個三端元件 它本來有輸入有輸出 它就是一個放大的作用 那接下來它就把它變成兩端元件 然後讓你去算說 它等到電阻是多少 因為我們在放大 它是一個 前面這邊都是一個 電壓轉電流 在輸入端這邊通常放著電阻 再讓它從電流轉成電壓 那現在假如說我今天沒有電阻 我想要換另外一個東西來試看看 我就把這個PJD 把它變成兩端元件 然後看它的圖是多少 再進來當電子來用 所以說就是當你把Base跟Collector 接在一起的時候 針對上面這張圖 假如你把Base跟Collector 接在一起的時候 這張圖就變成像這張圖 它的Face被拉到Collector 接在一起囉 你想要知道像這樣子的一個小信號電路 它等效電阻值是多少 在課本的劣勢裡面 其實它並沒有把這部分考慮下來 但是一般而言 這東西通常是會考慮進來 不過在這邊它沒有考慮進來 它下面的式子都沒有把這部分考慮進來 OK 假如說我就跟著它的式子來看 我要測試像這樣的電阻值 基本上我們就是給它 給它跨壓看它電流 或是給它電流看它跨壓 這邊給電流看跨 指的是小信號電流 小信號電壓 不是你就給它一直流電流 然後就看它直流跨壓 不是這樣囉 指的是電壓跟電流的 擺動的幅度的比例 所以說這邊 假如說我給一個小信號電流 Pase 然後呢 假如說這邊 RP在上面有一個跨壓是BP 我當然不知道它可能多少電流在上面 但假如說它有一個跨壓到BP 然後這邊呢 我就帶那個 GMPP 代表它這邊產生了一個電流 然後這邊我先把 這邊我把它鋪略掉 這時候呢 我的這邊 送進去的電流 它會分到這兩路 所以說這邊 送進去的電流 它等於BP to RP VP 再加上GMPP 就是左邊這一路 跟中間這一路 那同時呢 在這邊 你在這邊產生的這個跨壓 比如說我把這邊 當成一個黑盒子 然後這邊下面就是 比如說它是像接地一樣 我給它一個跨壓 它有一個跨壓是BX 然後它有一個電流是IX 所以說這時候 這個跨壓BX 就等於這邊的這個VP 就是這個意思 我把這個跨壓 除上這個電流 就等於從這個點 往下看 等下輸的主抗值 或者說主抗值 這邊 VX 除上IX 跨壓 除上電流 然後這個VX 就等於下面這個VP 等於說這個VP 就換成VX 換成VX 我把IX移到左邊來 然後把這GMP 把這個IPP 移到右邊去 它移到右邊的時候 當然它會跑到分母去 所以說這邊就有一個GN 再加Rπ分之一 Rπ 的負乙值方 把這個式子分子分母 都同乘與Rπ 所以這邊就有一個GNRπ 然後這邊變1 然後這邊變Rπ Rπ 是等於GN分之β 這項GN分之β 所以說它跟這兩個相乘之後 GN分之β乘到GN這邊變β β是100倍 跟1相較起來 1是可以忽略的 所以這邊就變成大約等於β 然後Rπ 然後Rπ 你一樣這邊上面 你用GN分之β來看 所以β跟β可以相較 大約等於GN分之 這個東西就是 VT屬於IC 這個東西是 等於說左邊這兩項 這兩項的效率 那一般而言 我們比較全面會把 右邊這個ROB 也把它考慮進來 就是兩個同時併臉而接 不過你可以先算出 左半部的一個併臉效果 再跟右半部併臉 它這樣子 計算上會比較簡單一些 對 對